你好,我是犀牛 日前,时代杂志公布了2021年度全世界最佳景点名单 列出了100个独特的目的地 从田园诗般的葡萄牙小镇阿鲁卡 到今年12月将经历罕见日泉时的南极大陆 每一个景点都非常值得探索 在时代杂志今年公布的新名单中 北京、雅典、曼谷、柏林、嘎那、基督城、迪拜黄金海岸 夏威夷、丽江、洛杉矶、马德里、新奥良 纽约、奥兰多、大阪、巴黎、费城 西雅图、西西里、悉尼、台北、东京、苏黎市等等 都是比较经典的存在 是无可置疑的顶级景点 但是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藏景点 比如说葡萄牙的阿罗卡和英科布拉 英国的巴斯和伦敦设计区 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 莫桑比克的本盖鲁阿岛和奇马奇马尼国家公园 马来西亚的狄沙鲁海岸 丹麦的法罗群岛 韩国的庆州 越南的河内和胡志明 日本的北海道 印度的斋普尔 泰国的考爱国家公园 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和夸祖鲁国家公园 墨西哥的拉巴斯 蒙古的库苏古尔湖等等都极大的拓宽了热爱旅游者的认知边界 加拿大有两个景点入选了这份名单 其中阿尔伯达省的小镇Jasper被称为加拿大的木屋之都 小镇有超过400个小木屋 度假屋和其他的民宿 在这里人们可以远足欣赏湖景 当地的Whistler Campground 是加拿大国家公园中最大的露营地 另外一个上榜的景点是曼尼托巴省的温尼泊 这个城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现代英纽特艺术公共收藏馆 当地的艺术氛围也非常的突出 有皇家芭蕾舞团和New Music Festival新音乐节 欢迎大家来加拿大探索不一样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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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